大秋的西門市場 嗨 英尤新聞的讀者大家好 我是抽抽妮 那我們現在位在的地方是大秋的西門市場 西門市場它是韓國第三大市場 然後同時也是大秋最大的市場 沒錯 那這邊白天的時候 就是知名平常來這邊買菜 跟民生用品的地方 到了晚上它就會搖身一面面成一個 充滿美食的夜市 所以如果你想吃最道地 跟傳統的韓國小吃 來這邊煮沒錯 那我們趕快進去看看有什麼好吃的吧 大家如果有看金秘書的話 應該知道金秘書跟副會長 在第十四集的時候 有來這邊吃火辣雞腳 其實副會長原本是不吃這種東西的 沒想到讓他一吃就上癮 是不是很期待 那我現在趕快來吃看看 它聞起來很香 感覺很辣 很Q耶 然後裡面有軟骨 富有膠質 真的很辣 它就是韓國傳統那種辣醬下去炒的 可是很Q很好吃 感覺吃了會增加很多膠原蛋白 真的 推薦你來 來韓國怎麼能錯過吃辣炒年糕的機會呢 現在在我身後這家辣炒年糕 它可是有上過白中原的三代天王 那我們現在就來吃看看 韓國的辣炒年糕跟台灣的口味其實不太一樣 他們裡面會添加魚板 然後這家比較特別的是它有叫筍絲 韓國的辣炒年糕是屬於比較鹹香辣 吃起來很過癮 薄餃子也是大丘食大便吃美食之一 而且薄餃子是大丘特有的東西 只有在大丘才能吃到 超特別 我們現在來試吃看看 它裡面包的是像冬粉的東西 然後吃起來是韭菜冬粉的味道 外面的皮就是這樣薄薄的 然後拿去煎的酥酥脆脆的 很香很好吃耶 接下來這一攤呢 專門賣牛排 還有蝦子的餐車 它應該是西門市場 真的非常有人氣的攤販 因為我們排了20分鐘才吃到 它同時也是很多韓劇 像是醫療船跟不是機器人裡面 有出現的美食喔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 它這邊有薯條跟牛排 很大塊耶 它是真材實料的牛肉 然後因為是現烤的所以很嫩 然後有很多肉汁會直接在你嘴巴裡爆開這樣 好吃好吃 喜歡吃牛肉的人 可以試試看 吃了那麼多鹹食 怎麼能錯過甜點呢 在西門市場裡竟然也有賣韓式馬卡龍耶 像我們今天點的這個是 粉紅色的草莓貝殼 跟綠色的Oreo 它的外皮是脆脆的那種很脆很脆 就是外面是脆的 然後裡面是有點稠稠的 像很濃稠很濃稠的牛奶糖的感覺 很好吃耶 這個口味呢 它一樣外面是脆脆的外殼 然後裡面包的是有點類似 Cream Cheese的牛奶奶油 搭配下鮮甜的草莓 合在一起 哇 超夢幻 簡直就是少女的酥胸 哇 在冷冷的天裡吃了這麼多樣的美食 真的是特別滿足 那我非常推薦大家來西門市場 因為這邊除了道地的韓國小吃 而且也是有很多很多異國的料理 然後它的規劃很完善 如果你不想站著吃 你還可以坐在旁邊的座位去 邊吃邊欣賞街頭藝人美妙的歌聲 所以如果你是吃貨的話 拜託如果你來大秋玩的時候 一定要留一碗來西門市場逛逛喔